袍丁解牛 袍丁替文惠君解剖牛 他的手脚尖锡的动作和刀子出入筋骨缝隙的声音 无不完美 像是古代桑林的妙舞 文惠君看了大为探幅 说道 诶 真想不到你的技术已经到这样的境界了 袍丁把刀子放下 慢慢地说道 我解剖牛所使用的不只是技术而已 哦 那还有什么 我解剖牛的最初 眼中看见的就是一头牛 但三年之后 随着我解剖的牛多了 眼中看见的便不再是一头牛了 而是牛身上的筋骨脉络的结构 自此之后 我解剖牛便用心神意会 而不用眼睛看了 普通的厨子 我的刀子一个月换一把刀 那是因为它又砍又割 好的厨子一年才换一把刀 那是因为它只剖而不砍 我的刀子用了十九年 我的刀子用了十九年 我更不知道它已死了 我们便可以掌握它实质的内在规律 使复杂的问题迎刃而解